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片漆黑、高压、低温和地质运动活跃的深海荒漠 却是海洋研究最前沿的领域之一 2020年11月10号 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深潜气 开始向海洋最深处进发 一万米的水深就意味着 两千头大象作用在你的后背上 一万零九百零九米的下潜 是一段人类从未有过的深海旅程 旅程中究竟会遇到什么 潮海期的速度会有一些异常 这是人类从未到达过的海洋深度 海底会是怎样一幅场景 我们会不会遇到传说里边的巨大的 鲸鱼、鲨鱼、章鱼 奋斗者号实现了 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海事成功座地 深度定格在一万零九百零九米 2019年以前 人类超过万米的下潜 总共只有两次、三个人 这比到达过月球的人还要少 我们为什么要勇往直前挑战万人深渊 充满未知的大洋深处 对我们有怎样的价值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 特邀奋斗者号潜水器总设计师岳聪 为您深度解读 挺进万米深蓝的奋斗者 大家好,我是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叶聪 来自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很高兴参加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 我为大家介绍奋斗者号 为什么要挺进万米深蓝 叶聪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副所长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 他长期从事载人潜水器总体设计研究 参与过我国各型潜水器的下潜 最大下潜深度10124米 他曾任焦龙号载人潜水器的主任设计师 和海市深潜部门长 深海勇士号的副总设计师和总智能师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 和海市总指挥 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载人深潜英雄 和改革先锋称号 我们为什么要去万米的深海 海拔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拿马峰 但如果从落差来讲 那可能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是夏威夷的大岛 它在水下有6000米的落差 在水面有4000米 总高度达到了1万米 当然海洋最深处是10900米的 马里亚的海沟挑战者深渊 海洋的平均的深度是3800米左右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海底就是固定的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呢 不是的 海底是冻的板块在运动 海底是漏的 海水跟海底之下的物质存在的交换 海底也是活的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同样存在着各样的生物 跟我们在陆地上看到的光合作用的 这些生物不一样 它们不依赖氧气 它们能够抵抗巨大的海水压力 它们为什么存在 它们在海底有没有经受过 在陆地上的火山 冰川 这些地质阶段 这都是等待我们去探索的对象 同样海底的矿产资源油气资源 跟我们的生活也密切的相关 这些金属的矿产实际上在不断的生长 它对我们人类的可持续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类对深海一直充满着好奇 也一直在对深海进行探索 什么是载人潜水器 它有很重要的一点 是可以把人带到海底的现场 为什么还要强调人一定要到达海底的现场 现在很多事情机器人可以做了 有很多发现可以通过信息技术 计算机的技术来解决 但是我们对身边的海洋 就像我们对待遥远的太空一样 还存在着很多未知的地方 所以面对这些陌生的对象 它没有足够的数据的积累 无人系统 智能系统 可能还发挥不了最佳的作用 还是需要人到现场通过它的观察思考来发现 载人潜水器就是这样的一个装备 它可以让普通人经过一个15分钟 20分钟的一个简单的培训以后 就可以下潜到海底 像我们的载人潜水器 从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到八十多岁的老院士 简单的培训以后 就可以在我们的潜航员的驾驶下 乘坐载人潜水器 到达万米的海底 载人潜水器目前主要是用于 资源的勘探 科学的研究 也可以用于海底的工程作业 也可以用于水下的旅游观光 目前的载人潜水器是什么样一个基础状态呢 首先我们强调载人潜水器的深度 普通的潜艇它的下潜深度是300到600米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载人潜水器可以下得更深 像奋斗者号可以到达万米的深度 第二个因为能源的限制 因为你要去更深的地方 那么耐压壳要做得很厚很重 这就要求我们要把重量主要的用在了这样一个抗压的部分 那么给能源的空间和体积就比较小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在整个下潜过程中的节能 所以它是一个短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下潜 不像航天员 它可能出差要在太空工作半年 我们的每次下潜一般都控制在12个小时 类似于一个周际的旅行 往往是早上我们开始下潜 然后三个小时以后到达海底 在海底连续工作6个小时 三个小时再返回到水面 回到水面后的载人潜水器经过一个维修补充 人员调换任务调整 在第二天又继续它的下潜的工作 而且我们下潜的位置往往离中国的海岸是比较远的 如果要到达万米的海沟 我们科考船需要航行7到10天 所以潜水器不是自己从岸边开到万米的深渊的水面 它是靠科考母船提供一个水面的搭载和指挥通讯控制的平台 另外我们现在下潜是一个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的配合 需要一个经过两年左右时间培养 具备很好的专业数字 心理数字和身体数字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驾驶员 我们称之它为潜航员来操作驾驶 两名科学人员或者是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不需要经历这么复杂的培训 他们可以直接乘坐这台载人潜水器 最早的万米的深浅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 这样一艘潜水器它是瑞典人发明 经过德国克罗伯公司生产的钢制的球壳 实现了这样一个万米的两个人的深浅 当然他们只去过一次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也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 2012年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曾经驾驶一个单人的潜水器 它的球壳的内径只有1.1米 它是世界上最深的一个单人的下潜 因为潜水器的技术状态 它在万米的海底原地旋转了半个小时 在2019年以前下潜超过万米的总共只有两次 三个人 这个数量比到达过月球的人还要少 我们知道到达月球的有十几个人 进入过太空的有几百个人 到2020年进入了一个人类 反复进入万米深浅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深渊也称为海斗深渊 专指海洋中深度大于6000米的区域 主要位于大洋板块 向大陆板块俯冲形成的海高地带上 全球共有37个超过6000米的深渊海溝 其中包括5个万米级的深渊 深渊代表了地球上非常独特的海洋极端环境 孕育着地球上最神秘的生态系统 巨大的深水压力 是阻止人们探索这片深海的最大障碍 深渊技术是一个系统工程 包括材料 能源 导航 通信 控制 传感 探测 取样和作业等多种深海高技术领域 是海洋工程技术中的顶级挑战 体现一个国家综合深海工程技术水平 其中以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为代表的 深渊载人运载装备技术 更是当今国际海洋工程技术竞争的热点 中国载人潜水器从交融号 深海勇士号再到奋斗者号 真正开启了探索深海的大门 从百米级到千米级 再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极限 我国的载人深潜器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 勇往直前的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深度载人潜水器 作为一个重点突破 我们国家是一个海洋大国 有漫长的海岸线 21世纪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 它的工业基础 科研条件也具备了向大深度的海洋 进军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载人的系统 它能够反映 包括无人设备在内的 它的这样的一个复杂技术体系 同样它对安全性要求非常高 所以选择大深度载人潜水器 是选择了一个突破口 形成我们在深海的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能力 同时通过更深更复杂 安全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装备的研发 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海洋 从浅到深的装备技术 科研实力的提升 我经历过三个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工作 分别是7000米的蛟龙号 4500米的深海勇士号 和我负责的万米级的奋斗者号 蛟龙号是我们国家第一台载人潜水器 在蛟龙号之前 我们国家载人潜水器的记录没有超过600米 以1000到2000米的这个台阶 从水面下潜到7000米 整个研制过程应该说是比较曲折 我参加了很多关于海底矿产资源勘探 撕开采以及保护的下潜 实际上我们就在评估海底有多少矿 它的风度怎么样 如果要开采我们面临的哪些水压的挑战 通讯定位的挑战 地形的挑战 长时间水面水下工作的挑战 包括我们也要弄清楚 在将来开采的时候 会对海底的环境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蛟龙号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2012年 当时是我驾驶的蛟龙号 第一次突破了7000米的水深 那一天有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我们提前的知道 神舟9号要跟天宫1号进行手工的对接 所以我们在7000米的海底 预祝神舟团组能够取得成功 当时我们回到水面的时候 也得到了神舟团组的祝贺 祝贺我们首次突破了7000米 所以我记得2012年的6月25日 那一天 中国人从海面以下的7公里 到海拔以上的300多公里 进行了一次交互 这件事情对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 我们也去过海底的火山 有正在活跃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海底的热液 有的高达100多米 有的就是在一个山脊的位置 胶龙号能够在热液口进行悬停 就像直升机拿着铅笔 插进铅笔刀进行削铅笔一样 胶龙号可以把相关的温度的探针插到热液口 热液口的直径可能只有5个厘米 它的中心的温度 胶龙号测得的最高温度 达到了摄氏370多度 所以这是一个很精细的作业 我们潜水器可以很灵活的 在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搜寻 机动 悬停 作业 包括我们也拍到了各种色彩的生物的照片 我自己有胶龙号的50次下潜的经历 这些年胶龙号也去过南海 去过西太 去过东太平洋 去过印度洋 开展了大量的跟资源勘探 生态调查 生源科考有关的工作 胶龙号到目前为止 有上百名的科学家 曾经乘坐过胶龙号 下潜到海底开展工作 有了这样的装备 让我们自己的科学家 能够身临其境 能够第一次看到 他们的研究对象 在现场的样子 获得现场的样本和数据 第二台战人全线器是深海勇士号 它的最大作业深度是4500米 它的部件的国产化率达到了95% 不仅仅是中国的自主的设计 更多的是在国内的厂家制造 在国内的机构检测 相关的检测和制造的设备 也是国内研制 这是一个很高的国产化率 当然我们一直还在努力 把它提得更高 深海勇士号也进行了一些特殊的作业 这里面包括深海的考古 我们从海底通过精细的作业 将一些瓷片 陶罐带到了水面 我们开展了多个潜水器的协同 以前是一个潜水器 单打独斗 这还有时候跟游览的潜水器 海马号进行了协同 一个可以灵活地在水下运动 收取目标 另外一个在展现器的迁移下 可以定点的作业 更大的功率 更长的时间 实现这样一个优势的互补 在科学方面 深海勇士在南海进行了冷水珊瑚林 对于像经络这样特殊的 我们称之为海底绿洲的生物现象 生物对象 开展了这个研究 对南海的历史演变 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数据 海洋生物圈 海底地震与火山 深海矿物与生物资源 这些深海之谜 为我们展示出无穷的魅力 只有潜入深海 才有机会探索未知 揭开谜团 而这些都是迫切需要 我国的生前载人技术 不断取得 2020年11月10号 作为世界上唯一驿馆 可以同时携带三人 多次往返海洋 深处科考作业的 在人潜水器 奋斗者号 在马里亚纳海沟 成功坐地 并且停留了长达6个小时 宣告我国拥有了进入深渊区域 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奋斗者号显著提升了 我国在人身前的技术装备能力 和自主创新水平 推动了潜水器 向全海深谱系化 功能化发展 为探索深海科学奥秘 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提供了又一笔气 奋斗者号的设计 有什么特点 它是如何练就 深浅万米的超强能力的 中国经济大讲堂 精彩继续 奋斗者号的主要的工作场景 我们称之为深渊 什么是深渊 就是水深超过6000米的那些地方 这也是各个地球的板块 冲击而形成的海洋最深的地方 它的面积只占整个海洋面积的 0.2% 是海洋最深的地方 最深就意味着有巨大的海水的压力 像1万米的水深 就是100兆帕以上的压强 就意味着2000头大象 作用在你的后背上 深渊也是一个长期寒冷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到了万米的话 低热有一些影响 但是水温也是在 1摄氏度到2摄氏度期间 开电动车的朋友可能有一定的印象 低温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人员工艺也有一些挑战 深海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我们经常开玩笑 我们到达了这个月球的表面 火星的表面 深海深渊 它有这样两个挑战 我们通过可见光 通过灯光 往往只能观察潜水器前方 10米到15米这样的距离 通过深温可以看到潜水器前面100米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粗糙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 我们常见的像GPS定位系统 它不能穿透海洋 所以我们在下潜的时候需要在船底安装一套自己的定位系统 以及通过水深来传递的这样一个通讯系统 所以在万米的海底要实现观察 通讯 指挥 数据收集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另外的话 深温也有生命奇特和地形陡峭 以及板块运动频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有统计的数据 在海沟平均每年有1000次地震的发生 板块和板块之间的运动 让这个地方的峡谷非常的复杂 像我去过的挑战者深渊 峡谷最窄的地方可能也是600到700米这样的一个宽度 一边是很细致很软的沉积物 一边是几乎是90度这样的一个岩壁 巨大的力石 我们需要潜水器垂直爬升很高的一段距离 而且很担心潜水器的头顶会不会有岩石突出 甚至这个历史的滚落 这个是万米对我们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要去万米的深渊呢 这样剧烈活动的地方 有大量我们所不了解的地球的信息 有大量特殊的生物 分断者号的研制团队呢 我们继续延续了从交龙号到深海勇士号 我们一起一路走来的这样一支在人深浅的国家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不断地吸纳的国内的深海技术的最强的队伍 包括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和国内的很多企业 分断者号的研制过程中呢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设计 我们提出了一项要求 就是要针对这样万米的极端环境 开展极致科学的设计 采用国内的极限制造的能力 来实现海底的这样的一个作业能力 分断者号呢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首先从外观上呢 它有点不一样 如果把三个浅浅器放在一起 分断者号的个头要大的很多 因为下浅越深 球壳耐压的结构会更重 它需要更多的浮力材料来平衡 这些浮力材料 它的密度也相对于潜水的 这些浮力材料要更重一些 所以前面两个潜水器呢 它的空气中重量都在20吨左右 分断者号的达到了36吨 我们为了设计这个球舱 不仅考虑着材料和工艺 更要关注它的耐压的性能 它能够反复地到达万米 这样的家宅 保宅 卸宅 我们选择了一款为分断者号 专门研制的钛合金的牌号 它不仅有足够的抗压的强度 而且具备很好的加工的性能 这种材料能够在国内生产制造 我们非常重视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里面包括在狭小密密的空间内 三个人他的工作和生活是否便利 是否会容易发生疲劳 因为在一个内境很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往往我们一个人都无法直立 但是要在里面工作生活十几个小时 这对我们的人机设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包括在驾驶员的操作 虽然我们的驾驶员非常的专业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它的关注力 能够避免它的操作产生失误 能够在它密集的高强度的工作过程中 有效的提示预警 所以虽然是一个载人载载器 我们做了很多人机智能方面的工作 来保证潜航员有效高效的驾驶操作 奋斗者号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下得快 之前交流号的话三个小时可以达到七千米的深度 面对接近一万一千米的深度 奋斗者号同样只要三个小时 更快的到达万米的海底 能够节省我们整个任务的时间 能够把海底更长的工作时间能够保证 在这个下潜的过程中 我们是没有推力器的辅助的 就像人一颗食指 奋斗者号可以自转带公转的这样的一个螺旋式的下潜 它能够保证在布放位置以及左路的位置 是一个有效的可控的距离 同样到达了万米的海底以后 我们面临的是海沟峡谷这样的环境 它把一个下潜和上浮的稳定性 要转换为在复杂地貌里面运动的机动可操纵性 我们做了大量的计算 仿真以及模型的试验 确保能够快速的到达万米的海底 能够在复杂的环境里面灵活的运动 也能够节能的快速的返回到水面 在人生前有人参与 人的生命安全必须得到保证 用什么技术来保证我们下得去人作业 上得来保安全呢 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在人舱除了钛合金 还有有机玻璃的观察窗 这个观察窗的话 是镶嵌在球壳的表面 随着压力的增加 观察窗也会进行移动 包括它的厚度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在保证密封的同时 还要保证观察效果不会发生变形 同样当整个潜水器回到甲板的时候 金属弹性的变形很快地恢复 我们要掌握观察窗有机玻璃的变形的规律 它要花多长的时间能够恢复到下潜之前的状态 能够保证下一个下潜的安全 像潜水器也有它的逃生的手段 它跟飞船的讨逸舱 包括潜艇的话 它也有逃生舱 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采用的一般都是减轻额外的重量 摆脱这样的一个束缚的方式来进行逃生 包括潜水器的动力电池 包括潜水器的作业工具和作业的仪器设备 都可以实现剪切释放 在这个时候 浮力大于重力就可以实现上浮 分斗整号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在整个制造过程中 我们用了国内最强的制造手段 成型手段 焊接工艺 来保证我们能够制造出我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分斗整号有很强的机动的能力 在万米的水深 我们也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同样可以定升 定高 定向 定速 同样也可以在复杂的环境进行悬停 我们用水深的方式 实现了万米通讯和定位 相当于在船底构建了一套卫星系统 它能够告诉船和潜水器之间的相对位置 它能够穿透万米的海水 实现数据的通讯 通过船底构建器 特别是通过分斗整号的研制 我们把如何设计 制造 检测 检验 深海装备 这样的一个链条 完全地掌握 它不再是一个科研的挑战 而是逐渐地进入了一个工业的过程 我们掌握了这样一个流程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把潜水深浅的技术 推向各个方向 从自主集成到自主可控 再到形成独特优势的万米作业能力 我国已经掌握了深海载人装备的研发生产 测试调试 应用管理的整套体系 同时带动了新技术 新材料的进步 通过一次次科考作业 为海底资源 地质和深海生物调查 以及科学研究 水下工程 打捞救援 和深海考古等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科学家在万米海深究竟会做些什么 深海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之处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科学家主要对海底的地质化学生物 这些对象比较感兴趣 我们也是第一次在万米进行了岩石的取样 当然我们到万米去并不是捕鱼捞虾 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感兴趣的画面 有很多奇怪的生物 但是科学的发展 我们现在更多的工作 是把科学家所做的那些仪器设备放在海底 长期的在海底自动的记录数据 自动的获取样品 甚至在海底就把相关的样品分析的工作做完 这些工作是不需要载人求学器的辅助的 但是经过三个月半年一年以后 载人求学器会重返作业现场 找到这些取样的仪器设备 把它的数据带回来 把它的药品带回来 把整个装置带回来 对于载人求学器来讲 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到达 重复的到达 能够在万米的海底找到目标 找到对象 分手走号的海事和事业 也代表了我们具备了这样一个能力 万米海底 我们不能说我们具备海底捞针的能力 但是我们布放一个500×500×500这样的一个物体 然后有相关的巡航 寻找目的地 布放的作业数据 那么我们就有能力 在一年两年很长的时间以后 我们有能力找到它 取回它 这个是目前最多的原位试验的科考工作的需求 2020年的10月份 我们开始了分手走号的万米海上试验的任务 我自己也参加了分手走号第一次突破万米的下潜 应该说是早上五点起床 六点进舱 潜水器很快的能够具备下潜的条件 在探索一号甲板潜水器有一个巨大的A字架把潜水器布放到水面 经过了很快的短暂的这样的一个水面的检查以后 潜水器开始下潜 从水面到万米 我们以几乎一秒一米这样的速度开始下潜 在下潜的过程中有这样几个阶段 一个是水面的颠簸 在确保了潜水器的进入状态以后 高速的下潜 我们把潜水器外面的灯光关掉 看着海水 由潜蓝变成深蓝 很快外面就是一片漆黑 有的科学家 他也不会放过这个下潜的过程 他们紧紧地贴在观察窗玻璃的一个位置 看每一个深度 发光生物数量的变化 这个时候的生物学者感觉变成了一个天文学家 他每隔一千米 他可以发现不同的发光生物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下潜的过程就是一个看星星的过程 万米的特点是我们会激励两个温月层 所谓的温月层就是海水的锂化性能会有一个突变 特别是温度和声音的传播速度 比如说潜艇 他可能会利用温月层遮挡 避免被发现 这往往是在水面几百米的范围 但是我们感觉在靠近海底一辆千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它也存在一个层 因为万米的海底 它的温度 地表的温度 让海水的温度是稍微有一些上升的 所以我们下潜到八千五百到九千五百米的时候 感觉有一些传感器的速度会有一些异常 会拐一些弯 这是我们比较紧张的时刻 要判断这些参数是否合理 是否会对我们的探测通讯定位有影响 另外呢 因为下潜的速度更快 我们在探测海底的传感器的作用距离会更远一些 一般的话 我们在接近海底二百多米的时候 传感器会判断到海底 这个时候 你通过肉眼是看不到海底的 要控制下潜的速度 要准备正常着陆 以及应急着陆的相关的技术的措施 一般是在离底十五十米的高度 我们会释放掉下潜速度需要的载荷 这样潜水器呢 就达到了一个中性平衡的状态 来寻找作业的目标 万米的海底特别是挑战者深渊 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往往我们会发现一个狭窄的区域 一边是很软的沉浸物 一边是悬崖峭壁 一边是很荒芜的沙漠 一边是海葵 海参 还有一些钩虾 这样的一个环境 大家肯定比较感兴趣 下潜那么深 会有哪些生物 我们会不会遇到传说里面的巨大的 金鱼 鲨鱼 章鱼 应该说整个下潜的过程 在超过了千米 大型的生物就比较少 而且唇巷的运动速度 没有我们潜水器快 深度超过八千米 就很难看到鱼了 船上的科学家提醒我们 你们如果在下潜的过程中 在八千三四百米能够发现到鱼内 那是很大的科学的发现 到达了海底 生物只剩下海参 海葵 包括沉浸物里面的钩虾 因为物质链的原因 这么深的海底 它没有丰富的食物 可能这也是生物 为什么在外面的海底 不能够长得很大 为什么在外面的海底 生物的颜色比较单一 运动的速度比较慢的原因 我们会在海底下潜的过程 三个小时里面 进行一些检测 在海底的话 是一个六个小时 非常紧张的搜寻寻找作业 从一个作业点到另外一个作业点 一个很紧张的过程 这张图是奋斗者号 在万米获得的数据和图像 由我们对挑战者深渊的测绘 是一个很狭窄的这样的一个海沟 由我们在万米的深渊 一般拍摄到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量处 有大量的这样的历史 它是因为这个板块的运动 这个滚落的一些碎石 右边的是我们在万米发现的一些生物 当然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而这些生物的话 颜色都比较单一 因为在万米这种大生物 比较少的环境 它们不需要这种隐蔽色 它们的颜色不需要跟环境那么适应 当然我们在万米也发现了一些人类活动的遗存 即使是万米 你也可以发现像塑料袋 啤酒罐 这种人类活动的这样的一些流存 包括我们甚至在万米的深度 取样了一颗椰子 后来我们想这颗椰子可能是多少年多少年以前 从某个海岸从椰子树上掉下来 然后滚落 然后到了万米的海底 虽然科学家没有把在万米取椰子 作为它的一个取样的工作 但是对我们从万米的海底取上了两个椰子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2022年 中国科学院启动了全球深渊深浅探索计划 该计划将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万米在人深浅重大装备 奋斗者号的独特优势 联合世界各国的科学家 对全球深渊进行在人深浅探索 形成以中国为主的多边国际深渊科学研究网络 开展深渊生命地质与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重点解决深渊生命起源 演化与适应机制 板块俯冲与物质交换通量 以及深渊环境污染等重大科学问题 从推开深海一条缝到大开深海大门 深渊作为迄今为止 人类了解最少的海底区域 是蕴含着地球科学 尤其是海洋科学重大突破的前沿领域 随着以奋斗者号为代表的全海深装备成功应用 中国深渊进入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未来中国深海在人深浅领域的发展 会如何助力我国海洋强国梦想的实现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现在每年全世界的在人深浅的次数 在三百到四百次之间 其中的一半超过一半的下潜是中国人完成的 中国的在人深浅起步比较晚 但是在现役的正在服役的在人深浅装备里面 中国从数量从作业能力上来讲是最强的 中国的深海装备已经进入了普世化发展的时代 在人前任性的应用场景 也在不断的扩展 扩充到浑水 冰夏 包括海底的建设方面 深海装备会有一个网络化的发展 从一个潜水器的单打独斗 到几个潜水器的协同作业 到形成整个海洋空间的立体的观测 通讯 导航 售食 作业的协同 越来越多的潜水器 越来越多的深海的装备 来参与海洋的探测 开发 保护 以及作业的从来 海洋就在我们身边 深海的我们已经有了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我也希望深海的技术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学科 更多的环境内容里面去 为我们的生活 为人类的可是发展 提供更大的空间 提供更强的能力和水平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